透過夜視畫面可以看見台東廣源小黑熊 正在大口吃水果 白天還會爬上籠子 活動力相當不錯 台東領館處28號特別請來 台北市立動物園的獸醫團隊 為小熊做全身健康檢查 檢驗報告除了有稍微貧血外 其他健康狀況都不錯 體重現在有7.4公斤 比剛發現時胖了一倍 他的狀況還不錯 處長表示廣源小熊 從發現至今已屆滿一個月 健康和適應狀況也已經穩定很多 但為了順利野放 飼養人員和小黑熊必須保持距離 預計11月 斷奶後將會移到更大的籠子 訓練小黑熊野外適應能力 處長進一步表示 未來會持續觀察小熊的健康狀況 並給予適當的野外訓練 順利的話 預計明年能野放 希望能再不被干擾下 讓小熊能快快回家 原視訊宣布本地的台東海端 採訪報導 是高跟文化 不妙